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的孩子 聆听今天我们来到路交福音的22章 门徒起了尖指 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当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伟大的 掉像年幼的 为首的 掉像服侍人的 是谁伟大 是作息的 是服侍人的 不是作息的伟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深信 这是耶稣看见门徒 最伤心的一幕 主讲解一夜节的晚餐 最是他来到世上 最重要的时刻 他正预备走上舍之间的道路 但门徒却还在争论 谁才是最大的 他们不明白主的心 因他们以为神的果是在地上 还梦想耶稣落在地上坐网 能有个一观半指 事实上 在到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还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当主向他们显现时 他们还问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我相信他们是在 主升天 圣灵降临后 才开始明白过来 主在地上的日子 一直是 为用仆人的样式 表明他的心意 主说你们中间 许愿为大 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 许愿为首 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死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你在服侍时 是否明白主的心呢 我们服侍别人 固然是为了别人得益处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 自己也盼望得到好名声 喜欢别人称赞我们 若是别人没有注意到自己 还会觉得不高兴 感觉受伤害 但你我到底是在服侍谁呢 是服侍神 还是服侍自己 你知道吗 许多些教会的侍奉 之所以苦涩 乃是因缺乏 这样仆人的心态 若没有仆人的心态 那么做每一件事情都很困难 叫你搬张椅子 你就会说 为什么要我搬呢 为什么不叫那个人去呢 这是始祖 马大的心态 他对耶稣说 父子啊 你看我的妹子 怎么只留下我 一个人来服侍呢 一个人在服侍中 若子看见自己 那么他的服侍必然苦似 就甘愿成为仆人样式的服侍 不求任何回报 这样的侍奉 才能带给别人真实的祝福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侍奉的心态如何 求神来调整我们吧 主求你赐给我们 做仆人的心 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乃是求你的益处 求众弟兄姐妹的益处 给我们谦卑柔软的心 成为你的器皿 让你的恩典 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 所以今天我们服侍 不是为了争取权利地位 而是要仆人的心 让我们一起谦卑 自己去学习服侍有需要的人 悦成自服 听他坏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